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宋代大文学家苏氏所绘的肖乡族石图 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苏氏对族的慈爱也许是前无古人 不管他走到哪里 他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族 不但在世纪中永族 还留下了这幅千古名作 眼前这幅肖乡族石图采用长卷式构图 画面正中有一大一小两块石头 大石左右各有几只墨竹伸出 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 这丛竹子却是在大石重压下 顽强生长出来的 鲜瘦的竹枝与硕大的石头 形成了强烈对比 表现了竹子旺盛的生命力 也是作者强大内心的写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销商诸石图 走进让苏氏一生钟爱的清雅修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l Cast 双鲜瘦 插滑箱子 深处 一种穷 幽幽 ceğ住 保释怀不停 rawdę如初 一夕时终家少年 窗下独行 这只一节刻注笔 驻踏出描花图 灼干一柱插柱马 在他细细追逐 带来日 花图长一树 随他走过千家树道 万里红土 愿明日 花图长一树 陪他笑傲 撩小春风 烟雨归路 小春烟波深处 一匆匆 淡淡 磨住 流年前渡 长径无处 即当年 东坡居士 山中放入 生意橙森绕黄州 带他欲求同处 包一片石一瓶湖 等他挥平一树 带来日 花图长一树 花图长一树 随他照过千张树道 万里红土 愿明日 愿明日 花图长一树 愿明日 陪他笑傲 撩小春风 烟雨归路 愿明日 愿明日 花图长一树 图长一树 陪他笑傲 撩小春风 愿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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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谭先生唱《定峰波》之后 我就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在现场 再次听您一盏歌喉 去唱中国优秀的绝美的这些传统文化 我有幸在之前唱过《苏东波》 接受《定峰波》 就对苏式的了解加深了 很多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大文学家 大文豪 很多经典的名片 但是很多人都不晓得他原来也会画画 他是一个文人画家 他对竹子特别很偏爱 然后他生活处处都充满竹子 所以竹子不单只是他的朋友 而且是知己 是他的精神的知出 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个真品都带出来 给多些人了解苏式对竹子的情怀 胡夏看到这幅画当时第一感觉如何 说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植物 大家都会想到梅兰竹菊这四君子 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因为我们南方也有很多竹林 但我看到它是跟我以往看到的竹子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平时看到的竹子是那种一节一节 一段一段很板正的 然后这一幅图很肆意地生长 然后很随性 在大石的这个重压之下 依然能够顽强地生长 我觉得他表现的是这个竹子 旺盛的争命力 也有作者强大内心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那种不羁 那种洒脱的那种精神 这应该是苏式笔下的一种特有的 他对竹子的感悟和描绘 苏东坡所传作品不多 所以要想看到苏式的画 其实是很难的 但这一幅画就在中国美术馆收藏 那是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 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宝藏 它是由邓托先生当年 这个捐赠了1964年 邓托先生当时请荣宝寨的许凌卢先生 在他的大量的产品当中 挑选这140多件作品 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邓托先生用重镜 还有他由20多张作品 一起换成了这张作品 他拿到这张作品以后 就把自己的手长手 改成了叫书画炉 他不管手长多少作品 但是呢 这个地方叫书画炉 可今他去苏东坡啊 他的这种崇拜热爱 那么书东坡是一个文人画家 这个文人画跟一般的画工 画室不一样之处在什么地方 首先他有崇高的文学境界 死的情怀 第二点 他画表现客观 失误的时候 他不重视那个形式 而是呢 去表达自己的心灵的感受 那么这个心灵的感受 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呢 它是以书法入画 用书法的笔法 书法的线条 书法的事态 意态 来表现客观为想 在书东坡的信中 有他自己的 桌子的意志 这就是文化印象 书法的气象 也就是说 他把眼中看到的这个桌子 秉承了心中的桌子 然后呢 他再用手把它表现出来 人主合一 对 但是舒适化的竹子 比较活泼 比较灵动 而且很当然就给我们一种 生命的力量 出来这个 让我马上想起来 他最出名的那句 随着无情兴兴 谁吧 一所言与人平生 舒适 他对画是有追求的 他认为这个画啊 主要是要取义 取神 不能取形 他在这方面很用意 同时呢 他为什么又画竹子呢 竹子呀 就像王羲之喜欢鹅 不同的文人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癖好 周敦仪喜欢脸 周敦仪喜欢脸 对不对 那陶渊明喜欢菊 那苏都木喜欢竹 为什么他喜欢竹呢 他不是有这么一段话吗 可是食无肉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吃货 他喜欢吃肉 但他说呢 吃饭呢 如果没有肉 也还行 但是不可拘无竹 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 没有肉呢 令人瘦 你不吃肉人就瘦了 没有竹子 人就俗了 其实不是竹子令人不能俗 是这些文人的学养 这些文人的境界 这些文人的幽默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雅致 变得轻松 变得愉快 变得美好 为什么我们喜欢苏氏 文章写得好 又离我们的距离这么近 他说的每一段话 每一个故事 好像都在我们身边发声一样 这就是苏氏真正 既跟我们很亲近 同时 又是我们心中 君子形象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说 文人喜欢梅兰竹菊 包括苏氏喜欢竹子 其实他喜欢的 不是说自然界中的 这一种植物叫竹子 他喜欢的是竹子 所代表的 他内心的那种精神气节 换句话讲 他可能喜欢的是 他自己的模样 是一种精神的头帅 对 也是他生命的一种影子 对 那么 这次他 他就是一个我 对 当艺术家 世人 赋予了他一种精神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种 艺术的形象 所以刚才吴管长说到的 邓拓先生那个故事 其实邓拓先生又何尝不像竹子一样 是的 在邓拓先生的军阵当中 有名师家加沈州文正明 球印唐不虎 有石套 还有曲味 哇 有镇板桥等等 从宋元到晚清 几乎是可以写成一波美术史 他能把自己的宝变成国宝 把家宝变国家之宝 这种境界是极高的 苏东坡的绘画 他在文人化的基础上 要高于文人化 我界定为世人化 所谓世人化 就是他心当中装摇的 不是个体的这种喜怒哀乐 他所表达 他所吐露的 所关注的 是家国情怀的议题 我们看的这种肖乡图卷 齿乎不大 但是他汇出的是一种天地之美 包容的是一种天地 我之所以说 他比后人的文人化高大 就在于苏东坡北深的 心境和境界之大 所以我在想今天 每一个中国人 在看到这样的逐诗图的时候 在感悟着先贤 为我们留下的 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同时 其实更应该做的 是我们每个人 把这一株竹子和他的精神 种到自己的心里 在这个时代 都用这种坚韧不拔的 气魄 携手 共创属于这个时代的 传奇和辉画 谢谢 谢谢台永林先生 谢谢胡夏 带给我们这副 肖香猪狮图 谢谢 谢谢大家